HELLO 大家好 我是SKY 我是3號的冒險套務員 那可以看我現在準備超多的拍攝道具 這是我的新衝浪板 然後等一下我會帶大家看一下就是KK Day 想要幫我們前15強舉辦一個小小的聚餐 那KK到底想跟我們講什麼呢 那我等一下就是過去拍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私底下15強的聚餐畫面 SKYDEM 好,關電風扇 忘了拿安全帽 我們要自我介紹 我是KK的工作人員 這是一號 第一名,你從來賣那個 對 你是幾號 二號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介紹 然後我剛好是冒險服務班 這些後面的工作人員跟我們同事 然後大家都有參與到一點 這個甜點的大型 叫正代安 然後小時候人家都叫我帶安分 就比較好記 我自己是游泳教練 所以我裡面的一些水上的活動 都是因為這些東西 所以他會去結束 然後我叫李德成 然後大家也可以叫我成成 然後我的興趣主要是參演登山這些的 因為事實上 因為我對我的工作 事實上也是有點太滿意 順便找到一個機會離職了 對,謝謝大家 三號我叫王思源 然後可以叫我SKY 那我因為衝浪之後 然後跑去過很多國家 為了一些浪遊 然後去從事到一些 大家平常不太會去到的地方 我覺得就是因為衝浪跟運動浪 我可以接觸到大致 那為什麼想參加這個 就是因為我想要做旅遊平浪 所以不管有沒有在我們還是會去做 我覺得現在台灣有很多年輕人 沒有辦法去跨住自己的框架 那個狂框 對,然後還有很多你想去做的事情 沒有辦法去突破 那我覺得說不管如何 生活本身就是一場冒險 那既然你想去做就放手一活 我平常其實就很喜歡爬山 然後洗車環島 就是那種就是完全討厭人體極限的運動 因為我其實身體很嬌小啊 然後肌肉也沒有很多 然後可是每一次 就是透過那些運動 我都可以覺得 就是雖然很痛苦 可是每次回家 躺在家裡 我真的都會 就想起來都會笑 因為我就覺得 喔,現在我做得到 我好像又更認識不及那 我本身是一位水沛情供的教練 想要藉由潛水這一行 讓我自己跨住台灣 本來在台北電子 然後下去打勾班 都沒有咬在那邊 就是我平常這麼大 就是然後起來衝浪 然後實際上班 然後就看星星要錄影 就是很像肯定的 可以這樣講 所以大家 到後來就是會看我的那個 Facebook 然後就說 我去肯定要怎麼樣 然後就像影片裡所說的 我的專長就是短時間內變胖 但是我這三個月瘦了 7公斤 那當記者的時候我覺得 呃,我的影片好像帶給我朋友 蠻多快樂的 不管是藉由嘲笑還是什麼的 所以我想要再藉由各式各樣的方式 把快樂帶給大家 OK 謝謝 謝謝 好那個 謝謝